花一万块钱买来的养花经验教训 大家听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边这一片都是水晶花族了 然后我们花了一万块钱 就弄了这么四百多盆 一盆二十五 你看看吧 结果都全军覆没了 你的话说 老朋友为什么失败 养花也是这样 不要听成功的人吹牛逼 你听失败的人给你总结经验 第一 我们来的时候 没有做一个很严格的消杀处理 就是杀菌 第二 我们没有选一个很壮实的苗子 因为我们贪便宜了 因为这种水晶花族呢 它是属于热质嘛 它比较贵 就是我们踩了两个坑 一个是贪便宜 一个是没有做严格的消杀 也就是懒 你像如果说我们选苗的话 当时选这种壮苗 我们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所以说老花一卖花一直以来呢 都是卖给大家一些比较壮的苗子 我宁愿价格高一点 我们的成本宁愿高一点 明白了吗 所以说你了解这个事 第二个呢就消杀处理了 我们的这个棚啊 养殖条件是达不到的 你明白吗 有的话说老花一 这个东西那么难养吗 不是难养 是因为我们进的苗子便宜 它是弱 所以说它在弱的时候 我们没有给它很强的一个环境辅助 所以说就嘎了 这个跟肥料没关系 跟配土的关系也不大 明白了吗 这两个是主要第三个是冷 大部分的热汁都是不耐寒的 有的话说采叶鱼 采叶鱼上面的叶子冻完之后呢 第二年虽然说能长 但是作为我们商人来说呢 不希望这个样子 因为它耽误了整整半年的生长周期啊 甚至说这一万块钱 就是血本无归啊 这也是我们做农业的这一个事了 这说你要明白 有的话说养花也是一个道理 你别贪小便宜吃大亏 老华一这一万块钱的例子 就是给大家分享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贪小便宜 不要懒 明白了吗 一定要量力而行 你家里边什么环境 你又养什么花 对吧 你一个萝卜一个坑 一步一脚日的走 你别幻想 有的话说还问 老华有没有那个神仙水什么的 我看的那个枯黄的叶 它做广告 喷上以后就好 你让它来 它救活 我立马给它一万块钱 那都是吹牛逼的 你别信那个了 你这晚上还能救活啊 名牙都没了 听着吹牛逼 有话说老华一 是不是你们的秘密 你也不告诉我 没有秘密 秘密就是死的多了就会了 养花就一句话 就死的多就会了 别愣着了 点个关注 老华一每天给你 叨叨那些养花里边的事 我说老华一 养花自然一 白了出宝 嗨 嘿嘿 嘿嘿